在师父解答来信中有提到 灵体本来在地府等候经文超度淘胎 得知你退转不休了 请示阎王爷后 鬼才带上来阳间取你命 请问为什么有的灵性会在地府等候 而有些灵性 即使我们一时在念小房子超度 也会在师兄的家里或身上 请师父慈悲开始 因为有些灵性他下去之后他心不甘 在阳间他受了太多的气 他在阳间他受了太多的冤 他死不瞑目 所以很多人死了眼睛都不闭的 听得懂吗 所以当他有一身怨气的时候 他就变成冤死鬼了 冤死鬼的话 他到了下面他就是冤魂不断地来骚扰你 他会跟阎王老爷说 我要报他仇 我要盯住他 听得懂了吗 所以阎王老爷就不会给他投胎 等到你冤枉报完了 你再去投胎 有些人就是这样 有些人他可以很快的 49天之后 七七49天中英生 49天之后就可以投胎了 这很多人不懂的 我告诉你 在人间你欠人家好了 你有时候你欠了他了 你一定要还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欠人家的 欠人家女人的 你以为骗骗他 玩玩他 你看到他变成死鬼 他就盯住你 过去你们看戏里面有多少啊 对不对啊 对 怒打王魁 对不对啊 负心狼 你们看过过去很多戏曲了 里面都有的呀 对不对啊 教育婴啊 怒折王魁啊 阎王老爷就给他一个命令 就说他跟阎王老爷说 他负了我了 他这个负心狼 由我去把他拉下来 所以阎王老爷同意他 他就去变成个鬼菜 去把那个王魁的命诉去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不要去搞这些东西啊 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所以不要去 永远不要去害别人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害别人 是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